今天告訴大家一個好魚 多利魚呢 這個為什麼牠好 因為牠沒有刺 而且完全都處理好 牠怎麼退冰呢 很簡單 就把它泡水 或者是呢 你今天要用 前一天放在冷藏自然退冰 你好 來 退完冰就是像這樣子 多麼漂亮 而且呢 這麼肥厚 那我們現在呢 也利用這個多利魚 來做三道菜 讓你上班煮也好 或者是在家裡打打牙計 一個電鍋呢 三道菜 第一道料理來做什麼呢 來做我們的破步子 蒸多利魚 好來 我們現在呢 準備多利魚 切 斜刀 把它切成大塊 你看這個肉質啊 多麼Q彈 而且多麼的好吃啊 清蒸也很好吃 那破步子呢 直接把它淋上去 家裡應該都有 沒有就買一瓶吧 對不對 那我們用一點點的 薑絲 辣椒絲 然後我們的蔥花 然後低一點點的 米酒 提鮮 然後呢 低一點點的香油 不用鹽巴了 我告訴你 這樣就好啊 這樣子呢 是最好吃的 那這第一道 是不是很簡單 搞定 第二道料理呢 我們來做的是比較稀釋的 我們的蒜味奶油啊 我們把它對切 對切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我今天準備啦 這個是奶油 用一點點蒜頭 辣椒 以及黑胡椒 鹽巴等等 這樣把它拌一拌 今天我教大家的 一定要簡單 像這個多利魚啊 蒸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第二道 更簡單了吧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到夏天最喜歡的 泰式 而且酸辣的哦 那我們一樣 再用一片 那我們就貼 三等份 把它排整齊 這個泰式的部分呢 我們啊 就是 有市售的什麼呢 泰式的酸辣醬啦 甜雞醬啦 都可以把它稍微攪拌一下 把它放上去 我加了一點點的 新鮮的辣椒 然後還有我們的香羹 就是香菜啊 連葉子都無所謂 好 來 這樣子 三道 大家看一下 這樣有簡單嗎 很簡單的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呢 我們一鍋 三道菜 我們用多利魚 好來我們呢 電鍋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個呢 我們把它墊底 記得要先放一杯的水 筷子 這樣開就好了 這個稀釋的 我們把它放上去 就是一樣 是筷子 你不用擔心它受熱不均勻 受熱非常的均勻 三道菜 上蓋 一杯水 把它開下去 時間過了15分鐘 一千人啊 真的是非常的聰明 那用堆疊的方式啊 堆堆疊疊的 那第一道打開來就是撲鼻而來的 什麼味道呢 我們泰式風的 這個多利魚 你看多麼肥厚 第二層呢 來看一下 就是我個人最喜歡西式的 蒜味呢 還有我們的奶油 這個我們 這一道呢 就是我們破鋪子 破鋪劑 就是有中式 泰式 以及西式 然後我們稍微把它裝飾一下 把它擺上去 有沒有 跟餐廳的 來比 一模一樣 那我們這個泰式的 我們就來一點點什麼呢 這個 薄荷葉 好 來 薄荷葉 然後我們這西式的 我們來一根迷迭香 蒸15分鐘 還是這麼的肥厚 選擇多利魚 是完全沒有刺 用簡單的烹煮方式呢 原汁原味的呈現 為大家來做這三道示範